好,今天就和大家講題目叫做所羅門怎樣根本治國 第2點就是香港現在的現況是怎樣 各位朋友,無論你是水邊一派也好 你是建制的 即是自己的建制 你是民主也好 你是反對派也好 你是親中團體也好 香港現在的情況是變成一個怎樣的社會呢 就變成一個很多的幻象 即是很多的謊話和謊話 是用謊話建立的一個幻象 那今天就和大家先講一下四個謊話 今天是講謊話的 所以朋友,你如果經常在基督教的團體裡說 基督哥不應該說謊話,我們應該老實 經常講這些東西,經常聽 今天就是四個很有趣的謊話 大家可以聽到 第一個謊話是什麼呢 第一個謊話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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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環保有關的 第一個謊話就是 我們是不是經常覺得開電車會環保 有環保團體投訴政府不再補貼 我們買電動車 就是因為他說 你這樣不鼓勵環保 就覺得不對的 這些環保團體 所以因此我們很多人就 起了一個簽名 發起的那個就有些問題 簽名的那些其實就不負責任 很簡單,為什麼 因為我們發電是用煤的 香港發電是用煤的 你用電力所燃燒的電力 是用門來產生的 那你如果用回天然氣 或者用回我們普通的電油的話 其實是更加環保的 我們的引擎燒的那些 怎麼都比燒煤的 我就是告訴你 就算那些貨車噴黑煙的那些 它燒那些叫做柴油 現在的柴油引擎 只要是歐盟五代以上的 那些引擎排放出來的那些東西 怎麼都比利用門的 對因此 電車在香港是極度之不環保的 但是我們就會以環保的名字 以餘媒的身份裏面不斷的死產 其實有沒有一個國家的電 不是... 有 很多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的國家 他們用電車不是最環保的嗎 甚至是核能發電 對不對 好像台灣那樣 用核電的 都會乾淨很多 當然啦 就不要有... 只要你沒有那個... 核廢你的黑煙燃的話呢 那就... 理論上呢 核能都是很乾淨的 因為核能差不多是黑煙燃 一煙燃就死定了 我都說... Gradual的煙燃 所以因此呢 這是我們第一個方法 以為環保 它一點都不環保 第二個謊話是什麼呢 第二個謊話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 我們說... 基本法 第二個謊話就是基本法 我為什麼說基本法是謊話呢 我現在就在... 告訴你 基本法裡面呢 寫了說 我們的言論自由是受到 基本法憲法的保障的 那些人呢 發... 發生了一些東西呢 我們之前就發生了一些東西 交代 接著我們就說 我們就說 言論自由被... 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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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要想清楚 究竟... 言論自由被濫用 這件事是不是一件事實 以及誰才是真理 官講話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 信官講話 你相信得一成 商務失明 那麼... 媒體講話 你都要用自己的路去思考 第一件事我先想問大家 為什麼要立這條法律 為什麼說要保障言論自由 如果... 你的言論本身是... 不會犯眾真 不會... 有人反對一切的說話是... 政治正確 和社會的心態正確的話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有沒有需要去說 你的言論需要被... 自由是需要被保障呢 是不需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根本沒有說錯任何東西 你... 你說的東西 根本每個人都喜歡聽的 那... 因此根本沒有人會反對你的時候 那... 我為什麼要立法來幫你做保障呢 所以... 因此... 所謂保... 保障言論自由 這個concept呢 本身... 就已經有一個假設就是... 我要保障一些... 人不對聽... 不好聽... 那... 會犯眾真的... 說話 那... 你才需要立法去保障他們 保護他們 所以... 保障言論自由的... 立法 本身就是... 告訴你... 是要保障那些... 不適合聽... 不好聽... 社會是不被接受的言論 所以... 才需要立法去保護他 保障他這一個... 言論自由權的... 所以... 因此呢... 如果是... 這句話是不適合大家聽 那... 他有沒有構成的誹謗呢 那... 這個社會群起而公知 就說他濫用... 言論自由的話呢 其實這個... 才是一個謊話 因為他本身就是... 違反... 保障言論自由的立法精神 即是... 他亦都是違反基本法 記住... 保障人的言論自由就是... 會保障那些... 不適合聽的說話 是啊... 不會有濫用的喔... 說濫用言論自由 而又說人家違憲法的話呢 那些人本身就... 最不尊重基本法 基本法講了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 香港是... 中國... 中華民國和國啦... 假設在中國就是... 那... 是不可分... 分... 分割... 分割的一部分 那... 這個... 不知道寫在哪裏 寫在基本法論上 OK... 但在這件事上面呢 又有一個... 另外一條... 就是說... 呃... 這個說話呢... 本身呢... 是應該被保障的... 這就是兩條... 法律都寫入憲法的... 總和的目的來的... 所以... 因此... 如果你... 不要這樣講独啦... 就是說... 哪個兒子... 就是... 不可以拿在一起講... 也... 不適合聽... 不代表別人沒有權去講... 也都不代表別人犯法... 我們犯法呢... 大哥... 憲法都說... 憲法本身... 都可以告訴你... 我們犯不犯法... 不是犯法嘛... 是犯香港又立了哪個法的... 不構成誹謗的言論... 我們怎麼可以以言入罪呢... 以言入罪的時候... 你還說香港有什麼言論自由呢... 言論自由不受到保障的時候... 那... 你... 就是... 反過來... 你是不尊重基本法呢... 所以... 因此... 講基本法的人... 就說他們不尊重基本法的本身呢... 記住... 插陷、觸插... 一向都是那些人... 慣用的手法來的... 所以... 如果你尊重基本法... 我們就更加要... 搞好真正的法治精神... 就不要搞到... 立了法寶... 唱了我們的權利... 就說我們沒有這個權利... 對不對... 這些不到... 三成群的人... 在媒體裡面一路吹... 炒得出來的時候... 每個人就因為... 無知這件事呢... 就是由他所說的... 對不對... 我們有Sense的人都知道... 喂...大哥... 這些人... 就是... 第二件事就是... 你這些人有沒有信譽才行呢... 沒有的嘛... OK... 第三件事想說的... 就是... 我們就是尊重基本法的話... 就一定要... 老老實看... 基本法寫了些什麼... 第三件事... 我覺得是社會的方言... 就是... 一地兩檢... 一地兩檢的問題... 本身就是... 高鐵好東西來的... 欸... 高鐵我是覺得... 一種... 即是... 你建立出來... 無論你的... 效率是多好... 多不好都好... 搞了一個大龍鳳出來... 大陣仗而已... 你只要看個勢... 你只要看個勢... 都已經... 贏了的... 其實... 我覺得是一件... 很可怕... 我們整個尖沙咀... 都一隻屁股... 但是... 弄了出來之後... 九龍西... 不是尖沙咀... 九龍西弄了出來之後... 真的... 我認為這個... 是很有型的... 真的... 是一件好事... 但是... 為什麼一件好事... 它卻是... 不尊重... 基本法呢? 那些人經常說... 一地兩件... 在基本法上沒有問題... 但是... 基本法上面... 列明寫下了... 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裡面... 是不可以行使... 中國內地的法律的... 所以... 怎麼可以說... 在... 高鐵裡面的某一層呢? 是... 去... 分別出來... 我不說割的... 這些事情... 始終都覺得... 香港都是... 國內的一個地方... 但是... 這個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說了... 是... 特別行政區的範圍裡面... 是不可以... 執行中國國內的... 法例的... 而... 你... 反過來的人就說... 在那個位裡面... 呃... 撥造... 大陸的... 入境的地方裡面... 行使大陸的法例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 你要說到... 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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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了有問題... 你說沒有問題... 的時候... 你還說... 基本法是沒有違反的時候... 有時候... 就算大家都想... 即是... 大家都想... 這個... 高鐵... 這些... 這些... 這些西海... 帶起香港經濟... 都開心的... 但是... 你要做到... 違反法治... 硬硬要說法治的時候... 你叫... 全個香港怎樣去... 信服... 和... 覺得OK... 怎樣可以... 維持司法覆核... 而... 那些官員又要怎麼判... 說你是OK的... OK... 即是... 不如修訂基本法據吧... 接著你又說... 不行... 懶又懶得做... 又要那個官員硬判... 搞爛了法治的時候... 那... 那... 反過來... 那些人又說... 啊... 八字未死的... 就說... 叫我們不要說法治以死... 即是... 叫我們... 不要面對現實而已... 不如老老實實地... 承認了法治以死... 大家以後... 就是... 用權頭... 用利益... 用關係去決定... 我們的生活就算了... 實際一點嘛... 那就... 那就不要騙人啦... 那就... 大家坦坦白白... 回歸... 中國式地去做... 這就是第三個... 謊話... 這些都是謊話的... OK... 那麼... 今天其實有四個謊話... OK... 所以... 我們現在把謊話當真... 覺得這件事... 高鐵是沒問題的... 嗯... 高鐵真是一件好事來的... 但是你... 你將它... 一些... 很... 值得去維持的東西... 去犧牲為高鐵的話呢... 你要想一詳細來說... 是否值得... 第二件事就是... 嗯... 還要為了這些事情... 去做什麼呢... 到最後第四個謊話呢... 就是... 黃之鋒... 他們的判決... OK... 黃之鋒的判決... 如果在法律的觀點裡面... 他說要是暴力的話... 那暴力那個... 判詞裡面呢... 審批不到... 當然啦... 最大的武器就是... 政府用... 納稅人的錢... 即是有無限錢... 可以上訴啦... 那但是... 被告呢... 就沒有辦法... 申請法援之下呢... 那就未必... 可以得到公平審訊了... 所以... 審訊根本是... 不公平... 為什麼沒有錢啊... 這件事的確... 張得死... 沒有問題啊... 那但是... 張得死他... 那他現在就... 叫做烈士啦... 他現在就是... 一個政治犯啦... 不到你說不說的... 這個世界都叫做政治犯的時候... 你難道... 靠那兩個官的口... 都說他不是政治犯... 他就不是政治犯了... 可以的話呢... 劉青月娥... 你這班人呢... Anyway... 都可以告訴你... 你可以不可以... 叫一些白色... 你可以不可以... 叫你自己白頭髮變黑啊... 可以的話... 你就變黑咯... 你還比那些演法劑... 聖經說... 你不能夠叫你的頭髮變黑變白... 你能夠騙人家... 騙多久呢... 所以因此... 你說他暴力... 要判阻嚇性... 第一... 阻嚇些什麼... 第二... 有什麼暴力... 黃智峰當日做了些什麼... 你... 其他的東西不能加進去裡面... 第一樣東西就是... 他當日... 在... 公民廣場... 欸... 進去重奪的時候... 第一樣東西就是... 我要拿回我的東西... 欸... 你... 怎麼知道... 那個判詞裡面就說... 那個奪字... 喂...大哥... 你... 重奪是兩個字... 一個詞語... 你都要抽半個詞出來... 寫在判詞裡面... 這個字本身暴力... 這個字本身暴力的話... 那... 那... 經常都說... 這個某某個強姦... 那個姦字... 周圍都走出來... 那你就是這樣... 不是啊... 如果那個奪字... 是這麼暴力的話... 奪標... 很暴力... 是啊... 你不可以拆別人... 一個詞語... 一個字出來... 就說... 暴力啊...大哥... 重奪是兩個字... 重奪就是... 拿回我的東西... 你試試碰我的老婆... 我一樣... 不放過... 為什麼我重奪回老婆呢... 多暴力啊... belongs to me... 第二樣東西... 所謂的重奪是什麼呢... 他只不過爬進去... 坐在一個... 他應... 在法律上... 是應有... 應份地是可以... 坐在裡面的權利嘛... 行使公眾權利嘛... 他又沒有... 怎樣去... 怎樣去... 傷害... 傷害... 任何一個保安啦... 他爬進去坐下... That's it... 沒有了... 然後被人困住... 沒有啦... 還有些什麼... 咦... 沒有做任何事... 好啦... 然後你又說... 不是啊... 做... 佔領中文... 大佬那些不是... 大耀廷那條數嗎... 就算是那些... 那條數... 你說這些是叫煽動嗎... 煽動究竟... 是否煽得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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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班... 我們這班... 呃... 上街的人... 搞出來的東西... 還是... 政府一手炒出來的... 掌... 手掌... 不是兩邊才爬得起的嗎... 你覺得這些暴力... 如果要加下去的時候... 那你不用... 呃... 政司自己本身... 不用負一半... 就是... 他不用坐一半的牢嗎... 就是... 反過來... 你怎樣對待... 這一個... 呃... 這個... 抗議... 再撩起... 人民的情緒... 再產生了... 和平的示威... OK... 佔領中華... 整個演戲的... 每一件事都有個原因... 冤有頭... 債有主的... 你幫... 每一頓都是黃志豐嗎... 你這些東西... 可不可以加在他上面... 不是... 這些是人民的... response來的嘛... OK... 他... 整班小孩坐在這裏... 你們這樣對他... 的效果是怎樣... 你要... 就立刻抓了個清廚牆... 就沒事了... 你自己不做了... 在有alternative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 你們政府是做錯... 行為... 而是激發... 民粉... 就是... 民粉就... 產生了整個佔領中華的時候呢... 你是不可以將其他的東西... 卡進去他裡面... 而你就全部卡進去裡面... 老實講一句... 你這樣叫做... 呃... 暴力的話... 那... 第二... 如果人家真是暴力... 拿刀又什麼又什麼... 拿棍的時候... 那... 那...那些叫什麼... 叫做... 世界大戰恐怖分子... 你怎麼... 你怎麼加級呢... 就是... 你不可以... 在法庭裡面... 騙人這樣判的嘛... 就是... 你是... 暴力的... 你就說是暴力... 是和平示威... 就是和平示威... 他是捐了進去... 就是... 坐了進去你操場裡面... 那... 但是那個地方都是他嘛... Anyway... 到最後... 又真是很暴力的... 所以... 因此... 你判辭都已經這麼理虧的時候... 別人不上理數... 其實... 就是埋你單啦... 就是你蠢啦... 他今天... 不在我牢... 他... 不是一個成就... 他以後的... 政治理據... 今天他坐牢... OK... 他就為了這件事而付出了啦... 全香港人就欠了他啦... 那以後他的呼喚力... 就多大... 你自己埋了個炸板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覺得... 你是在幫中共啊... 你是不是真的在幫中共解決問題啊... 不是的... 你這幫人是... 幫中共製造問題... OK... 對不對... 怕死香港... 不亂嘛... 不亂就沒有... 正義塵罵給你們拼嘛... 沒問題的... 好像... 好像某些議員那樣... 咦... 聖河那些議員也是這樣啦... 好厲害啊... 現在... 現在特地要挑起港獨啦... 接著就自己... 又有大龍和我... 就去搞啦... 那件事就插啦... 但後果是什麼呢... 後果就是... 整個香港社會一起攬炒... 攬炒之後... 你幫... 聖河那些... 又真的有... 真的... 真的有... 有前途嗎... 這些東西... 前途就是... 你不要當中共... 裡面的... 一班人傻的才行啦... 他們都不是... 蠢... 蠢到好像... 那樣的嘛... 有些人是蠢蠢的... 不過... 我覺得... 怎麽都好過金仔的... 那... 他們不是那麼蠢的時候... 你都夠膽做些那麼蠢的事... 還... 以為他們很蠢... 這一班人... 好像氣桌那樣... 郭兄... 記不記得啦... 五餐肉啦... 大家... 記不記得啦... 夜以繼日... 夜以繼日的五餐肉去哪了... 消化了啦... 在... 在中共的政權裡面... 前途消化了啦... 聖河那些... 那些是乾仔來的嗎... 去... 那... 再過一陣... 一會兒你搞不起啦... 搞到亂了... 整個經濟被你搞到亂了... 人生被你搞到亂了... 好了... 你還以為有飯吃嗎... 中共還為什麼會支持你呢... 還怎麼會留你呢... 有什麼用呢... 沒有意思的... 有前途出路啦... 那你可以帶科研啦... 還是你可以帶起... 法律界啦... OK... 最後一件事呢... 其實... 第四件事... 我想說的是... 王子豐啦... 其實是大家要面對的... 一個社會的現實... OK... 第四件事就是說... 中國的經濟是要... 依靠腐敗... 和貪污... 才可以繼續的... 的... 的... 繼續的... 走下去... 今天我們發覺什麼事呢... 我們... 周街的就是... 突然多了很多紙箱... 紙箱... 紙箱... 紙皮紙箱... 沒有人清嘛... 紙皮紙箱為什麼沒有人清呢... 就是因為... 大陸那裏很多的... 回收再造廠呢... 不能夠合規格... 去繼續... 拿個綠牌去做再造紙... 什麼叫做... 不能夠合規格... 不能夠環保地去做事... 就是... 不能夠犯法地做... 事... 不能夠... 不犯法地做事... 是的... 因此... 一向都是依靠它們犯法... 依靠貪污... 它才可以繼續... 這樣去生產再造紙... 繼續這樣去污染環境... 不負責任呢... 才可以生產回收紙... 那... 它因為生產回收紙的時候... 來到香港才能夠... 有這些回收紙的企業... 繼續去... 支持... 香港原來是... 吃著大陸的... 經濟的腐敗呢... 才能夠繼續做回收紙... 再下來我們的民生呢... 原來去到那些阿婆阿公那裏... 撿那些... 回收紙呢... 才叫做有飯開... 所以大陸突然說... 要執政來做啦... 不准腐敗啦... 要拿領牌啦... 那就搞到... 突然之間... 經濟呢... 是開不了的時候呢... 我們那些香港的阿公阿婆呢... 就沒有飯開啦... 以後的東西都是這樣... 你要靠... 中國的... 生意的話呢... 這個是事實... 你要... 需要它們比較腐敗一點點... 它們才能夠有生...生產力... 有生產力的時候呢... 就是香港才... 依靠它那些生意呢... 才能夠生產力... 好了... 現在... 他們要執政來做啦... 是... 希望將它合法化啦... 經濟就走不了啦... OK... 那麼香港政府... 以及香港市民... 做了什麼呢... 香港政府就是說... 啊... 那我開著多些地方裏面... 拍心口感去... 借給你們... 去擺住那些紙先啦...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你擺住那些紙先... 那大陸的生產力就會回到來呢... 還是他們再一次... 給它... 我都不可能做到... 不過... 不想立地做事... 所以希望...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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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心裏面應該盼望些什麼呢... 你應該盼望些什麼呢... 是不是很恐怖啊... 你是不是應該繼續... 盼望... 盼望不是靠大陸啊... 不是... 盼望大陸那些... 我們這些人就會... 盼望... 我們不用靠大陸... 甚至可能自己... 再生產再造紙的... 但是... 如果你是真的... 在做生意... 流血那些人呢... 你是盼望大陸... 繼續... 重新腐敗... 或者更腐敗... 還以為懶高尚啊... 以為懶高尚啊... 靠自己自身... 自力更生啊... 我猜你講自身... 知道嗎... 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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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這些是高尚精神... 高尚精神... 但是... 其實是... 背景了整個... 全世界的環境... 對不對... 還參與腐敗的體系... 其中一個之中... 這個就是我們... 為了... 為了戶口的時候呢... 會希望... 它竟然會開始希望... 它... 它... 它們繼續去腐敗... 繼續去腐敗... 而產生生產... 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悲哀... 所以朋友... 不要... 想清楚... 我們要變的呢... 不是說... 要放些紙牌去變... 我們要... 懂得去... 謀求出路... 以及去改變... 我們不同的resources... 我們才有出路... 香港呢... 很開心啊... 去到今時今日... 就是攬炒到... 這個境界... 爛了... 所以... 去到臨死之前... 如果自己... 找出路的話呢... 回收業... 咦... 早點倒閉吧... 不行... 即是你不是真的... 做失業... 去做回收... 你打算左手交來... 右手交來... 中間掠水的話呢... 你根本就不是做失業... 你不是做失業的話呢... 你就... 你就... 然後... 就把你... 沒有生意... 一切的... 生意... 一定要轉型... 這幾個就是... 我們香港... 今時今日的悲哀... 好... 那麼... 恭喜大家來到... 那些芳華世界呢... 當然啦... 這些芳華世界... 在宗教界裡面... 都是很多的... OK... 那麼... 希望你們信的是... 耶穌基督的福音... 而不是... 哪些... 基督教界裡面的大明星... 口裡面說的一大堆的說話... 人的說話帶不到你上天堂 甚至不可以讓你在地上穩成天 希望你明白 福音的奧秘 今天正正是因為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跟大家看看 所羅門這個王朝 他的特點是怎樣 所羅門是和上帝有一個很特別的關係的人 他叫做全世界中王 最有智慧的一個皇帝 所羅門王朝到今天 也沒有一個皇帝 或者是有錢人可以給他的生活的奢華 所以他始終是 你講錢他贏了 你講智慧他也是贏了 你覺得神奇力量呢 其實文說在猶太教裡面也知道 你講神奇力量就算黑魔法什麼都好 所羅門的智慧書裡面也是贏了 無論你念什麼很恐怖的咒語 魔法白魔法也好 Ritchcraft什麼都好 其實所羅門 是 Bokemon GO 這點不知道 今天有誰玩Bokemon 玩到捉到邪靈呢 是不是有啊 就寫信來了 寫個Message 給我們開眼睛也好 看看你捉哪一隻我慘了 那 如果不是得淡少 基督教界很多人得淡少 因為為什麼不用負責武 他們說完就算了 好啦 我們看看所羅門的皇帝 這個中的神秘的一個神秘力量的皇帝呢 就算是有人說他的神秘力量裡面呢 也是叫做最大法力的一個皇帝 那 這些全部傳說啦 Anyway 你看一下 這些神秘的皇帝裡面的治國的時候 有沒有用他上帝神秘的力量 對不對 那你發覺呢 根本就沒有 V混混 V混混 是的 但是其實真的有Sense的人呢 就明白的 如果Sense可以解決得到的東西 講什麼是神秘力量的 那時候 用什麼用到神秘力量 就是用黑船風就有很多阿澤的話 很簡單的 那些東西 我們來看看 應該是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一皇紀信八張 一皇紀信六張 什麼事? 沙羅門最以色列的將路,和國之快首領,並以色列的族長 不好意思,八張是我看到的地方 應該是... 四張左右 沙羅門最以色列眾人的王,國之神寺記載下面 等一下,再前一點,三張是不是我看了? 再前一點 是,再前要,不好意思,看好多張 再前? 是 OK,聶王姬二張的最後就是上次查完的地方 所以從三張開始 殺了那些大衛要去殺的人之後呢 那他的國位就定了,叫OK OK,然後就到三張開始了 要想一下那個版圖了,當時 蘇羅門和埃及和法老王結親 於埃及的法老王結親,娶了法老的女兒為妻 接她入了大衛城 所以 拿了別人的女兒之後呢,接到回到大衛城裡 直到做完自己的宮殿和揚華的宮殿遙散周圍的城牆 在日子 當那些時候,百姓營在休坦現制 休坦呢,他們知道是一些叫做 HIGHLAND 即是我們的高地 即是上山 上山 上山上面可能會山的高處 會擺一個祭壇 那些叫休坦 因為環墓有揚華的名 建地 所以大家都是在這些 HIGHPLACE裏面做這些獻祭的 咦,好可愛啊 進行他父親大衛的律令 此時還在休坦獻祭燒香 第三節 即是所羅門自己還是休坦獻祭 你說 所羅門愛優華 但是你看看NIV裡面寫什麼的 Solomon show his love for the Lord 即是,什麼叫 show his love for the Lord 就是 你對他有一種的passion 你對這個上帝有一個passion的時候 他就做了這件事 就行他父親大衛的律令 行他的律令 YLG Solomon love Jehovah 是啦 to walk in the statutes of David his father Only in high places He is sacrificing and making so good 咦,所羅門王上去 基邊去獻祭 因為那裡有極大的休坦 為什麼他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的休坦比較大小小 可以一次過獻上一千隻 一千隻 生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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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一隻羊 我想應該已經夠大小 一隻牛 因為我就是一隻 不斷燒 不斷燒 知道嗎? 不知之前是不斷燒 我們現在就是不斷燒 不斷燒 知道不斷燒 他就不是不斷燒一千隻牛 一千隻羊 不斷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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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夢裏面的,夜間,都在那個地方,要向所羅門顯現 大佬燒了一千隻祭生,我想真是有牌的,給你有二百個祭司 每人都要三五隻 即是對他說,你願我錢你十萬你可以求 所羅門就說 所羅門的就回答這件事,上帝問你要什麽你可以祈求 所羅門就說,你僕人我父親大衛,我誠實公義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大師恩殿 第一,所羅門眼裏看得到的,上帝對他大師恩殿的理由是什麽 是因為他爸爸誠實公正和正直 即是他覺得是他爸爸有些good virtue,所以他才值得獲得這個 所以正直的反面是什麽來的? 正直 正直的反面其實是鬼鬼祟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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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祟 正直的赤子心,行在上帝面前 上帝你就向他大師恩殿 又為他流傳大恩,這兩天很奇怪 你向他大師恩殿又是什麽意思 上帝是特意炒獲結的給他 恩殿 就是你其中一個恩殿 又說我的神,如今你使僕人接觸我父親大衛作王 但我是幼徒 不知道應當怎麽樣出入,我連出入都不知道怎麽走 這個人是 所羅門向上帝講的第一個說話 我本身就把自己的position擺在馬洛華 很humble 就覺得自己是什麽都不懂的 在上帝面前 OK 但記住大衛王被高立的日子裏面 他都是其實小朋友 恩 大衛王被高立的時候會不會更小 所羅門 應該小過 應該更小過他 嘿 還不一樣的嘛 OK 第八節 僕人住在你所簡選的民眾 者民多得不可勝訴 太多人了 所以求你賜我智慧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 所謂的智慧呢 我們就查過有幾種東西 而原來是一個Descerning Heart Descerning Heart 即是一個Heart of Understanding 就是我的Understanding Heart 我可以判斷你的文 是急分了這步 不是判斷 是 能辨別是非不然 誰能判斷者眾多的文 這個是中文 就是我可不可以有一個Heart of Understanding Mind 可以去 怎樣去管理你這幫文 都可以 知道什麼是Good and Evil Good and Evil 真的這麼難知道 在他心裏面是很難知的 For who is able to govern your great people 所羅門 因為求者時 有蒙主起如神 就對他 賺了他 上帝讚了他 你既然求這件事 不求自己的仇命 亦都不求腐足 亦都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 即是原來這三步 都是一般的人在上帝面前 要求你 朋友 這件事我們要學 我們要學 我們要求的是不是自己的仇命 是不是求自己的富貴 是不是求我們的仇敵的滅亡 我們要做好一件製爆 單求智慧可以聽眾 例如說 你只求一個 descerning heart in administrating justice 我就應按你所求的 賜你聰明智慧 賜你descerning heart 和賜你智慧 WISE原來是答給他的 WISE是descerning heart 將你以前沒有著 甚至在你之前是沒有人將你 在你以後也沒有 有將你們 那個amount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你可以拿完 全世界成為最聰明的 很有趣 WISE是descerning heart descerning heart 就是知道那件事是甚麼事 WISE就是一種智慧 改變他或者解決他 處理他 處理他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很明白 但不明白改變這件事 是沒有意思的 你所沒有求的 我也要賜你 就是富足尊為 使你在世的日子 烈王中沒有一個能給你 黃帝裏面沒有一個可以 好像你這麽厲害的 黃帝裏面 是可以在你世間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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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lifetime裏面 總之你一定是最厲害的 對 所以你嘗嘗 你越做人 就要再做些 如果你真的 活著好像不蓋黑衣的話 其他那些黃帝都要好些黑衣 你 下法 你父親大為遵守我的律例解明 我必少你長壽 但是 too bad 如果 你要 長壽 long life 你就要像你大為 那樣 遵守我的律例解明 遵守我的報 遵守我的報 大為就長壽 蘇龍門醒了 咦 不料是個夢 噢 發夢姐 他就回到耶路 但是這個夢過了之後 他就回到耶路山 斬了耶路 在約會面前 牽法正動平安城 所以就去大為 最有夢 就是他在神部擺設 建席 point number one 這個人 一聰明起來的時候 他做過第一的動作是什麼 回到耶路山 約會前 但是為什麼不是優壇 因為優壇 我都找不到上帝 優壇是一個你付出 你宵夜給上帝的地方 那約會有什麼特別 約會就是一種 約會是上帝存在的地方 肯定了上帝的信實 和納約的地方 起碼他都知道大為都很緊張你的地方 所以因此 他反過來 不再專注在自己能夠 為了在宗教裏面 建上幾多的地方 而去到原來是上帝為人預備的地方 所以他就去到那個 約會面前 宵法正動平安城 第二個項目 他立刻做了什麼 為神中神徒擺設現席 明白嗎 第二個項目 一定請回身邊的朋友 去吃飯 一天有兩個妓女一來 三在王面前 一個人說 我主要我和姐夫人同住的房子 兩個是Romade 他在房中的時候 我生了一個男孩 我生孩子後 第三天 姐夫人的生你孩子 姐姐兩個一起生 我們是同住的 翠了我們兩天已經在房中 再沒有別人 夜間姐夫人睡了的時候 壓死了她的孩子 即是她的 她壓死了她的兒子 她就半夜起來 趁著我睡覺 睡著了的時候 就把 從我旁邊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懷裡 把她的死的孩子放在我懷裡 所以 就是死仔換太子 不用再用狸貓 用死仔換好仔 然後就說 死仔那個是你的 生的是我的 天要了的時候 我以為 要福我的孩子 是乃不了孩子死了 十字天亮 我仔細猜汗 不是可生的仔 這狗不是我生出來的叉燒 真是不同規 拍得樣子的嘛 真的覺得她這樣 胡弄得到 那夫人說 不然活孩子是我的 死孩子是你的 謝夫人說 不然死孩子是你的 活孩子是我的 她們在王面前 如此爭論 兩個婦人 不停在這裡爭論 黃說 好了 你如果是皇帝 你是所羅門王 你會怎樣做 第一件事就是問 你是誰有他們的特徵 生出來的 什麼特徵 這些事情就是這樣想 如果我們這班看 即是 是 即是 我們這班覺得 但是 所羅門王是上帝同在的一個 一個皇帝 那我們又會怎樣猜 所羅門王解決這個問題 即是一般的基督徒 覺得有神奇力量的基督徒 就說 不行 上帝告訴你 這兒子是誰的 他就有上帝的力量去解決這個問題 上帝的力量 他只要討告就能夠領受 沒錯 討告領受就知道誰打誰 是吧 所羅門王當然是可以走去討告耶和華 即是找祭司去問的 弟弟 是不是有先知 當然會有這麼多先知 當然會有一個先知 跑出來就是 說耶和王子說 這個兒子是他的 是吧 是吧 那他解決問題 是吧 但是 但是 所羅門王沒有走去求告耶和華 即是說 就吩咐說 拿刀來 人就拿刀來 黃雪 黃說 黃說了 他用了黃明來說 將活的孩子劈成兩半 一半分給那婦人 一半分給謝婦人 一半分給謝婦人 good 癡善這兩個字 正正好形容所羅門王的concept 活孩子的母親為自己的孩子心裡急痛 就算 求主將活孩子歸給那婦人罷 萬不可以殺他 另外一個婦人說 這孩子也不歸我 也不歸你 把他劈了罷 黃說 黃說 諸會孩子給謝婦人 萬不可殺他 這婦人實在是他的母親 以色列眾人聽見王 這樣判斷 就都敬畏 很佩服這個皇帝 因為見他的心裡 有神的智慧 能以斷愛 concept number one 就是說 這個 做法跟我們 一班 宗教狂義者 去想 一個 上帝這個同在的 的心態是完全不同 即是甚麼 即是他沒有用 求告耶路華 上帝暗中告知 他是先知 神的靈異同在的concept 去解決這個問題 而他立即看得到一件事 就是用一些很簡單的邏輯 心態 和手段 當然 加上時間 在裡面 他立即說 拿把刀來即斬 那打些襯衣的時候 人就回應不及的時候 人的真心就會呈現 在眾人眼前 這樣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 之前有個 豬豬的 兵役 真是 那時候 他只是說 男刀龍而已 他不是馬上說 男現在鬥劈 這樣 那時候拿把刀來 那時候 那他都知道 他那班 他那班 士兵就是拿刀刀 他那班 士兵都害怕的嘛 對呀 禮手劈個小孩 可能 就是 就算是王命 他都正常人 有了 都會聽到 所以 所羅門王本身 他第一個特點 就是 他不跟 他不會做 無聊的事 就是 我們都說 他是有 神秘力量裡面的 最大的擁有邪 但是 我們都會說 他用一些很簡單的手法呢 就可以解決很多個問題 OK 這些呢 反過來 神經裡面寫說 他是擁有了神的智慧 OK 所以因此 他治國和他祖師呢 都是擁有了神的智慧去做事 OK 反觀今天我們基督教呢 就是做了些什麼呢 硬是以為自己知道一些神秘力量 以自己的觀感去行事 所以 其實我們是 軟不及所羅門王 但是 原來上帝的智慧 是可以讓人去擁有 很簡單的 可以解決一些人 以為很難去解決的問題 你後面 你要看你就 覺得 這個是不是皇帝來的 即是 一看就知道生意老 絕對不是皇帝 但是 你吹什麼 他真的是皇帝 而你發覺為什麼 所羅門的國家 是沒有 沒有仗打的 即是 後面要看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所以就 列王記四章 繼續 所羅門作以色列眾人的王 他的神之 記在下面 撒多兒子阿薩尼亞作祭司 士山的兩個兒子 伊利亞列 阿希阿作書記 書記 什麼書記 阿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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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兒子 若沙發作 史冠 史冠 耶河 耶大的兒子 比拿夏作 元帥 這個就是殺了之前的元帥 沙獨和阿比亞作祭司長 拿丹的兒子 阿薩尼亞 作 中領獎 中領獎 這個領獎 是的 黃的朋友 拿丹的兒子 殺不得作領袖 不知道什麼領袖 Advisor to the king 嘩 Advisor 阿希律 NIV 是A priest and advisor YLT 是Minister 阿希律 作家載 給阿比大力 阿比大力兒子 阿多尼蘭掌管 服輔的人 In charge of false labor 即公投 是公投 所羅門在以色列傳地 立這十二個官吏 十二個官吏 十二個官吏 使他們供給王和王家的成物 每個人 各人供給一個月 每人一個月負責 這十二個官吏 每人負責一個月 他們的名字記在下面 在以法連山地有便護爾 Benher 在馬加斯沙賓 巴士密爾倫巴 哈蘭有便底甲 Bendeker 在阿老婆有便希式 他管理晉哥 梳哥和希伏全地 在多爾山江 劃作全景有便 阿比拿特 他娶了所有門的女兒 他怕為妻 一個 自己的女婿 自己的女婿 第一個 在他拿王米吉多 並靠近薩拉他拿 耶斯列下 賓的 八線傳地 八線都 阿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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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約年之外 有阿希 阿希律和阿希律的兒子 所以阿希律和阿希律的兒子 全都很有數 在基利的 拉末 有便基別 他管理 基利的 馬來西子孫 阿爾的城 總之管城 巴山的 阿爾哥伯地 大城 六十座 都有城門和銅澤 阿爾哥 在馬哈念 有 亦多的兒子 阿希拿達 在 拿佛他里 有阿希馬斯 他也吹了所有門的 一個女兒 巴十妹為妻 在 阿赤和阿禄 有 阿赤和阿禄 有 胡適的兒子 巴拿 在 阿哈 阿瑰 有 巴拿 阿賣 有 阿賣 阿賣 有 阿賣 阿門 有 阿賣 阿賣 中文 應該 英文 变字只是他的兒子,但是加上他的名碑,如果我懶得那句名字,我會叫他做David的兒子 又大人,又大人,意思是人如同海邊的沙拉一樣多,都吃喝快樂,就是這句話 聖經這樣記下他們,你知道所羅門當時的人多開心 所羅門統管諸國,在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所羅門統管諸國,rule over all the kingdoms,從大河到菲利斯地 直到埃及的邊界,所羅門在世的日子,這些國都盡共服侍他 即是說,突然之間,是不是發覺不同了,所羅門為什麼不只是管理以色列和有大國全國 為什麼好像連埃及那邊都有,因為可以親戚 親戚,認親認戚 不單止,還有菲利斯地,菲利斯那邊都審給他,埃及那邊都審給他 為什麼這些國會變成附屬國,是不是所羅門打回來 為什麼那些國會放棄自己的國,要去進貢給所羅門的又大國 無端端是幾個國家,突然之間給了所羅門去 理由就是所羅門,他的管治是無能力的 除了happy之餘,即是說,所羅門的智慧本身是很賺到錢和management很好的 因此其他國都寧願給他管 對,免得自己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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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判 外判 所以就盡貢給他 所以就變成了女兒 我給錢你,你幫我搞定 自己去做附屬國 那當然,他們又不是只有這麼簡單的手段 還會給他一個女兒去,做了一個女婿 娶了一個女兒之類的事情 令到大家都好像仿佛是一家人的時候 他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夠所羅門去管他們 誰知道原來所羅門去管他們的時候 他就用他們每一個地方的特點 就做了中間很多賺錢的地方 比如說,所羅門的北邊就會進入了一些馬 戰馬,就被南邊的國家去train 之後就賣給西邊的另外一個國家去用 因此他在這些戰略的位置,他自己本身也很有數 快要傷那些朋友來的 對呀,快要傷那些朋友來的 所以因此令到大家都有大鑊飯吃的時候 所以他們也會有次好樂意去進貢給索羅門 所以因此索羅門就是這樣把國收回來 就用哪個字,用智慧這兩個字 今時今日我就說 我們都可不可以變成索羅門王 這個智慧是可以的 如果任何一家公司你是一個很勁抽的CEO 比說一田之源的CEO 他會說,不如其他人 可能問問問白街 你願不願意給我管 可能反過來,拿到你武功率之後 他也會願意給你管 所以有時候公司說 我們賣不賣盤,賣盤給他 但我就會拿到很少股權王 但其實賣給他 如果隨時你的生意額是 是跳大約二、三十倍的話 少一點的股權都會多一點的錢 就是這種概念 用真正的智慧 以及用resources 去征服其他人 一樣東西是他們來供奉的 不是我來侵入他的 所以索羅門是很勁抽的 所以索羅門呢 尤其是索羅門每日所用的食品 為甚麼他要寫下 為甚麼那些使官要寫下 獵王記上是 這樣寫都要記起來呢 就是因為 很有型的 索羅門每日所吃的食物 細麵是三十個哥爾 有麵 哥爾是甚麼 哥爾是多少 不知道 That is probably about 五點半噸 這麼大吃 五個matric tons 好大吃 在索羅門 每日要吃五點半噸的細麵 有麵而已 未計粗麵和牛羊 還有十一噸的粗麵 哈哈 真是吃麵 真是高手 請你吃麵 請個吃麵 自己吃 自己一個 當然不是一個 一個吃了索羅門 爆了 日常的補充 五點半噸 即是整個 很多人 是啊 企女啊 太鮑蜜 還有一群朋友 可能每個國家的 補充 肥牛十隻 天天開派對 肥牛十隻 當然了 他們那時候肥牛不動 現在的肥牛 是真的肥一點的牛 草長的牛二十隻 好奇怪 整幾噸麵粉 做出來之後 牛的十隻 牛的十隻 其實都不是很多 這樣攤分 沒有人吃了多少 狗 羊一百隻 羊一百隻 加上 混合肉 還有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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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牛 我肥雞 所以我們管理大河西邊的豬王 管理全部的KINGDOM 他管理了所有KINGDOM 以及從提佛殺 直到加薩的全地 四景 盡視平安 然後 為什麼沒有打仗 因為打仗是沒有數的 我都平安了 又夠吃 也不知道金仔有什麼數 打仗是沒有數的 跟他們同樂合污就會有數 所以為什麼要一起吃 撈大陸飯仔 就是這個概念 所羅門在小的日子 還彈到別士巴的尤大維斯利人 都在自己的葡萄樹下 我無法果事下安然居住 即是他們有酒喝 有東西吃也很開心 所以 即是誰肯裝所羅門和王班 就會 就會 富裕起來 都不需要擔心 怎樣去打鬥 所羅門有套車的馬四 但是呢 他的軍事呢 不差的 有四萬兵 當時有四萬架車 馬兵都有一萬二千 那些馬兵少一些 有十二個使力國安 各月供給所羅門王 並一切和他同事的人 成為一無所決 其世界永遠是 吃到爆炸了 一無所決 眾人各岸各份 將養馬和快馬的大蜜黃乾草 送到觀利那裡 神似給所羅門極大的智慧和聰明 原來上帝在後面 似給所羅門極大的智慧和聰明 任如同海沙 廣大的心如同海沙 不可察量 我查過了 什麼東西 胡亂說海沙 胡亂說海沙 原來真是說他的廣大的心 什麼叫做廣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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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所羅門有的特點 就是上帝慈禧的一件事 不是給他神秘的力量 是給他一個 第一件事是一個很厲害的 insight 或者 wisdom 他可以看到很多 很細節的 insight 第二件事 他有一個很大的 understanding 什麼叫很大的 understanding 而同海沙 這個 understanding很厲害 不只是包容 他可以明白一切 明白每一族 每一個國 每一個秘術 每一個技術 每一個地方的 culture 每一個人的歷史 每一個人想到什麼 原來這種 understanding heart 是超厲害的 所以因此作者 把這個東西寫下 寫多一句 寫多一句 這個作者寫下 所羅門的時候 就是說 所羅門的特點就是 這個 measureless 的 understanding 因此 所羅門當時的智慧 就超過了東方 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 一個能夠完全 understand 的人 即是你甚至可以明白 金仔如何去到太陽 那裡 登陸太陽 再收取太陽 再回到他自己的國民 還可以爬手 你都能夠 understand 他的話 你就是一個奇人 你絕對是可以做美國總統 更厲害 而且你會知道 阿倫倫為何在那裡胡說話 你可以 understand 這些事情 就是所有門的智慧的 understanding 你可不可以 understand 你可不可以 understand 它 變了紅色發音 從從 做不做 哈哈哈哈 他的智慧聖過萬人 聖過以消 是人以嘆 並馬 揭迫而止 欺瞞 甲國 達大智慧 他的智慧 他的明星 全人在四圍都列過 即是 原來這些智慧能夠聖過一切的人 最大的特點 不是他原來人有多聰明 人中 也絕對聰明 但原來他是一種 無窮的 understanding 那如果我們讀書 有一種無窮的 understanding 即是你手上拿著任何一本 什麼書 你都可以註練成功 和明白了 作者起初 為何會想到這個 idea 那樣的話 就是那種 understanding 他作詹言三千句 詩歌一千零五首 他 厲害 他講了論草木 他講過 自 自尼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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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qued 白 Kneipp 他都講過 所以他好像野叶 都講國 人們的귀 太難工作了 他全部都有understanding在裡面 而正是正在的話,他原來都寫下了這些東西 天下獵王聽見所羅門的智慧 除了智慧方法之外 知識,understanding 就知道所羅門說是一個很值得去拜會的人 就當警察來聽他的智慧的話 這個是所羅門 新約的時候,記不記得有一個人講過所羅門的一句話? 記不記得是誰? 這樣說 是啊 突然之間想不到 所羅門一生所宣戴的都不過 都給不上這個東西給人 經常提到所羅門新約的那個人就是耶穌 對不對?剛才那句 第二樣東西呢 就說,舊約的時候問見所羅門 接著,你知不知道現在有一個人是給他更加的 更加的 更加的 更加的恩娜 更加的值得 更加的偉大 就是耶穌自己本身 所以其實呢,所羅門是 上帝的一面 一面 那一面的特點就是 他能夠understand世界 萬物的一切 每一個人的內心的狀態 和任務 就好像所羅門一樣 他有一個full understanding 你在 不是針言 是在那個 傳道書裡面呢 你知道所羅門能夠understand 無論是廚藝啊 建築啊 什麼都已經是玩得最盡 接著在針言裡面 你記得他想的東西 人心是什麼 愛情是什麼 那你記得很多 很特別的見解呢 都在所羅門裡面看到的 所羅門的大智慧呢 在那些三本智慧書裡面 都是流露出來的 好了,推羅王 接著第五章 推羅王 接著他做父親作王 就猜到神墓來見他了 所羅門 也都猜到人去 也都猜到人去見 希蘭這個人 好說 你知道我父親大衛 因為四 即是拍到小弟弟 是呀 小弟弟 所羅門馬上派人去 跟他談 你知道我父親大衛 因為四位爭戰 一起打仗 不能為耶穆華 他的神的名 見諜 直到 直到耶穆華 使仇敵都附著他的腳下 現在耶穆華 我的神使我四位都很平安 沒有仇敵 沒有災禍 沒有災禍 我定義要為耶穆華 我的神的名 見諜 是照耶穆華 應許我父親大衛的說話 我必使你的兒子接觸你的座 你座你的位 他必為我的名 見諜 所以求你 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 為我 堪伐香柏木 我的仆人也必幫助他 我必照你所定 給你伯仁的功架 因為你知道 在我們中間 沒有人 像西道人善於 堪伐樹木 OK 所羅門興起了之後 很有錢 又有贏 又充滿了智慧 但是他要求這個 希蘭 幫他做事的時候 他的語氣是很有趣的 他就說 我知道沒有人 好像你們這些西道人 那麼厲害 善於佛木 神說木 希蘭聽見 以所羅門的說話 就慎喜悅 為何喜悅 因為所羅門 其實叫他去幫他做事的時候 他說 其實我們這些人 是沒有你這些人那麼厲害的 竟然這樣說 是啊 錢一定是給他 因為我欣賞你們 我欣賞你們的skill 對不對 起基建 所羅門王這樣讚你希蘭 當然是happy 今天應當清除爺華 因他刺激大衛 一個有智慧的兒子 自理者 眾多的麻 為什麼有智慧呢 一聽到這個說話 你就知道對方 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所謂的一個 希蘭都是王 他會懂得欣賞他 中間那些depromatic的手段 是啊 這個depromatic的手段 其實就是什麼呢 這個智慧 為什麼他會賺他 是一個有智慧的兒子 就是因為這個說話 這個說話是什麼特調 你聽下去是很舒服的 舒服 第一樣的 第二樣的你聽完之後 你是很想幫我做事 嗯 就知道這些是智慧 所以因此呢 我們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求其他人 幫我們做事的時候 我們都會不會利用一下這些智慧 講一句 講一句說話 讓對方其實 會很想和我們做事 這些智慧真是很棒的 希蘭人就打算去見所羅門說 你遮採 你遮採相大 看我所提的事 我也惰聽見了 論道香柏木或叢木 我必要照你的心願為行 加了叢木 這就叫 蜻香柏木 這就叫 yard kita and juniper then you quite like 這ращities 里於 bringing this untold 運到海邊,紮成石 嘩!好厲害啊! 浮海運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你再拿去拆開,你就可以收取了 你也要成全我的心願,將食物給我的家,可以了,你就給我吃了 於是希拉照著所羅門所要的給他鄉伯和蟲木 所羅門給希拉蜜子二萬個兒,清入五十個兒 五萬個兒真是幾千萬噸 二萬個兒是三千六百噸 嘩! 有時間吃喔!每年喔! 不用自己種啦! 他做過項目養起你全國家 所以怎會不幫我吃 清油二十個兒 還有他加,只是他加的食物 所羅門每年都是,都是每年 每年,每年三千六百噸啊! 原來是 每年都是這樣給希拉,因為你不是只發一年 所以希拉怎麼會馬上撈到那裡? 他很承認啊! 是啊! 他的樣子都是他全國家 他又要讚我啊! 都是誠意 都是誠意 所羅門照所認他的智慧吸收 又或者所認他的智慧吸收 所羅門是希拉王 所羅門和好彼此就立了 大家很happy 所以呢,這個concept就是第一樣 我想今天學的就是 什麼叫做一個happy deal 去到麥當羅什麼叫happy meal 不是只是簽約我幫你做事搞定 happy meal就是有玩具就可以了 happy deal就是 其實,反過來呢 這個,所羅門的心態是一種智慧心態 反過來就是一些沒有智慧的concept 沒有智慧的concept就是可能 就是說為了 可能有時候我們買東西的時候為了便宜兩元 就會辣著了一些人的 就破壞了一個關係的 有時候可不可以多兩元就令大家的關係好一點 這個關係可能會值得多個兩元 大家去衡量回那個 然後數的時候呢 人家就會知道你有一個智慧的 有些人很笨的 去買樓的時候 你家樓又殘又舊又什麼又問 你家樓又殘又舊又什麼又問 他想著押價 但是你要對方相信 他自己家樓是有殘的 對方不會因為你說過一句說話 而他相信我其實家樓好好的就是有殘又舊的 所以因此如果他說出來的東西 是對方根本不能夠認同的話 其實你永遠壓不了價 但是關係就絕對破壞了 而且對方是未必會很想賣給你 所以因此那些就變得愚蠢 因為他想著這個招數可以壓價 其實這個招數只會為自己達為一些不利的後果 就算被他壓到價 都可能在後面抽回一句 其實很多這樣的 connection contract deal 就是在這些沒有成訊的資料 就解決了 朋友這件事一定要學 因為呢 我們知道我們簽合約 講accord agreement 我們的確是可以開工的 但問題呢 就是開工會不會收到工呢 就是大家在合約後面的互信 互信給那張紙是更加重要的 兩樣當然都重要的 千萬不要惹人的氣 愚蠢地惹人的氣 和無數那些是最無數的氣 大家學一下這些 派他輪...OK 派他們輪... 去到所有門王 從以色列人中挑選服苦的人 共有三萬人 就是做苦工 三萬個 幫手 派他們每輪...每... 一萬人 每月一萬人上黎巴嫩去 一個月在黎巴嫩 兩個月在家裡 亞多尼蘭掌管他們 所羅門用七... 八萬鋼台的,八萬雷山上,陷石頭的 最特別的這件事,第二件事要學所有門的 又是一些史冠要摘下,覺得這件事很值得後人去學的東西 第一件事,這是苦工來的 大家如果看過軍旗艦那個,軍艦島 軍艦島那套電影的時候,你就知道叫苦工 不停被賣豬仔,很慘,那些姑娘的東西 但是所有門的苦工是這樣的去處理 即是說我給你三個月的工作,我給了你三個月的人工 我請你花兩個月一定要在家,休息, happy hair 只要你做一個月,即是說他預了三倍的resources 三倍的工錢,要你做一倍的工 因為這份工本身是苦工,已經夠慘了 所以反過來,他的deal就要做得很好 嚴戶性行業,所以人工高一點 所以因此請他三個月,要他留在家兩個月 就是做苦工,就是做一個月的時候 那些人就很甘心樂意去做 第二件事,整萬個人去做 做這個苦工的時候,人多自然不會太苦 所以因此去做每一個project本身 我的resources是比較足的 那這些事就自然有事的功夫 所以他做得很好 上面為何一萬人,下面有七萬有八萬 不同的工種 不同的工種,是 整個數字是算得不是剛剛好 絕對不是剛剛好 今天老闆很多人都很蠢 怎知道? 那你三個蓋蓋十個鍋 是啊,三個蓋十個鍋 即是自己生意就可以爆鍋 但是我們就是拿十個蓋蓋十個鍋 他不會想想你生意爆鍋 但這個問題是現在 所謂的那個是多產 是啊,三個鍋 三個鍋十個鍋 那還有剩下的 但這個東西就是 一定不會有問題 他還有足夠的督工去配合 所以沒有問題 王就下令,人就撼出你又大又寶貴的石頭籃 用以納電的根基 但是不是 我們知道一切的東西都是要等價交換的 所羅門這樣做其實有一個後果 就是他用的資料用得很厲害 人民交稅是很痛苦的 和王做事是很開心的 但是人民交稅當時交得很重 但是他要做些大科技是沒有辦法的 所羅門的將人和 希拉的將人 並加巴勒人都將石頭砍好 預備木材和石頭建電 這些東西都會齊齊了 所以我們幾個搜集中看到所羅門怎樣管治國家 怎樣把這些偉大的project 是很開心地去造 以色列出埃及地後480年 所羅門王 作王以色列第四年的西忽元就是2月 開工建造耶和華的電 第二節 所羅門王為耶和華所建的電 長60章 潑20 高30 高30 那一章應該就是 多了 到手章 手 轉頭到手章 所以其實都不是很大的 電前的廊 廊 廊 內電內電做了三層的房屋 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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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出奇的 很多這些考量 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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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ding 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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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雙面 大約 下層 下層 泥 in 6 向發 目的良 國在 電場 陷上 然後說話突然就臨到所有門了 不知為何 我就看看突然會有一句說話 而這句說話以為有什麼特別urgent的說話跟他說 聽完之後 輪到你所見的者殿 你要遵循我的律例 遵循我的電章 遵從我的一齊解明 我必向你應驗 我所認去你的父親大圍的話 那所羅門又不知他認去 遵循了什麼 我必在以色列人中間並不丟棄俄民以色列 突然爆了這句說話 所羅門就建造電瑜 無路夫斯多 他是第一句說話 其實前台詞就是 如果你不緊守 我就會丟棄以色列的民眾 但他不是輪到所羅門 是輪到這個電 是啊 不是 但是他是你若忠行我的律 輪到你所見的律 是啊 是啊 即是 關於祂的天堡什麼事 但對方主義是因為這句說話 所羅門建電完成之後 他講了一大堆東西 跟這句說話有關係 就是抽上帝這幾句口水尾裡面 反抽上帝 要上帝 抹抹這個電 我幫你做了抹抹抹 抹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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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立了很多很特別的開口 上帝就OK 繼續起 在電 是 這是幾句 是 香柏木貼牆 從地到棚頂用板遮蓋 又用重木鋪地 內電 就是至聖所長23 從地到棚頂用香柏木板遮蓋 或作斷層隔斷 內電前的外電 兩邊是用木板 就在封靚了 嗯 我一定的 電鋁預備 內電 好安放 柔華的藥櫃 內電牆二十爪 闊二十爪 高二十爪 Cube 場面上都貼上蒸金 又用香柏木造壇 包上蒸金 所羅門用蒸金貼了 電內的牆 又用金鏈子掛在內電前門線 用金包果 全電 土豪金 全電都貼上金錢 直都貼完 土豪 不是 但是包金 內電前的牆 用金包果 真的整個金燦燦 包 但也很土豪 廁所是真金 用橄欖木造兩個基努法 高十爪 向房內面 這一個基努法 有兩個翅膀各長五爪 從這翅膀尖到哪翅膀尖共十爪 這兩個基努法 就是用來放藥櫃的 slotting的位置 很厲害 他做了兩個基努法 目的就是希望把藥櫃放中 當然藥櫃上面有兩隻基努法 但是他又弄了兩隻基努法 叫做嵌它進去那個位置 那是以前有四隻基努法 但是這兩隻是他自己 用木做出來的 但是包了金 到最後 所以那個藥櫃放在那個 座裡面的時候 是很有型的 他就說基努法 那個兩隻一隻 剛剛填到牆 另外一隻 剛剛碰到對方另外一隻 剛剛遮住了 很厲害 要遮住的嘛 基努法的空間就是要遮住的 這一個基努法有兩個翅膀 各場五爪 各場五爪 從這翅膀尖到哪翅膀尖共十爪 哪個基努法有的兩個翅膀尖共十爪 兩個基努法尺寸營場 都是一樣的 這基努法高十爪 哪基努法也時如此 長褲高也是十爪 是Cube來的 基努法也是Cube來的 我將兩個基努法安放在內電裏 基努法的翅膀尖障礙的 這基努法的一個翅膀尖著 那邊的翅膀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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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的兩個翅膀尖著 在電的中間彼此相接 即是一個翅膀 跟著身體 翅膀就電翅膀 翅膀 身體身體就電翅膀 那個藥物就放在兩個翅膀尖後面 哈哈 用金紙包住兩隻基努法 又是金紙包住 內電外電周圍的場上 真的有這麼多 內電外電周圍的場上 都黑著基努法 中樹和蔡的法 當時我看到這個擺設 哇 真的 流了後水 不過他沒什麼機會看到 用橄欖木製造 內電的門線 門尾 門尾 門口 有長的五分之一 在橄欖木製造 的兩門線上 黑著基努法 中樹和初開的花 都貼上金紙 又用橄欖木製造 內電的門尾 門口有長的四分之一 用橄欖木製造 門兩線 這線 分兩線 是折疊的 那線分兩線也是折疊的 折疊的 折疊的 上面黑著基努法中 不是是revolving 是旋轉門 旋轉門 旋轉門 所羅門在位 第四年西佛月 立了耶和 殿的根基 咦 為什麼又說回頭 即是說 建完根基 Foundation 不是 建好了Foundation 不是 剛才也是第四年的 剛才第四年的 第四年嗎 第四年開工嗎 第三年那時候 不是 是第四年 講到現在還是第四年的西佛月 建造耶和 殿的根基 然後第三十七節 又是第四年的西佛月 立了耶和 殿的根基 建造耶和 殿的根基 立了耶和 殿的根基 立了耶和 殿的根基 即是 在同一個月份 裡面 已經建造了根基 到十一年的布拉月 就成八月 十一年的八月 即是前後用了七年 電和一切 淿的閘的独按釀釀釀釀造成 他建出公府還有七年 近近後七年 就當ists 這就這樣 搞定完之後 才去自己公殿 是啊 但是 他在自己公殿用13年 再做完 哈哈 老婆太多了 沒辦法呀 不是呀 他和他老婆另外 做第三個殿 待會看到 哈哈 就是一輩子就一直沿蝣 是 為什麼他說 他在傳道書裡面說 一切的能夠做個建築,他都做過了 廚藏書裡面,其實就是要建什麼我都建過 要做什麼我都做過了 然後說做廚師的廚藝都說做過了 對不對 有什麼未做過我都做過了 對他來說已經有些很簡單的 都見過了 吃盡生,珍收白味 美女如雲,娶完回來了 一年都要,天天去見都要見 一天見十個 每個小時都會見同 我當你每個小時見一個 還是見啊? 你計啊 三千個小時才見完妾,都未計老婆 很忙啊 三千個妾,即是說他老婆有多少個呢? 好像亞當那樣 應該是少一點的 三千個animal 給他一個名字 老婆應該是少一點的吧? 老婆應該是少一點的吧? 老婆應該是少一點的 那你都三千人 一會看看我記得到的 哈哈哈哈 所羅門為自己建造工室十三年方造成 又建造尼巴亂林宮 長一百爪五十爪高三十爪 有香柏木柱三河 沒錯 床上有香柏木柏 其上以香柏木為蓋 每行柱子十五根 共有四十五根 有槍三層 槍與槍相對 對 所有的門關都是後目見方的 右窗戶三層 槍與槍對著 槍與槍對著 並建造有柱子的廊子 長五十爪 闊三十爪 這廊前又有廊子 廊外有柱子和台街 又建造一個廊 其中設立審判的座位 這廊從地到頂都用香柏木遮蔽 咦 又包法庭 包法庭 狼後院內有所羅門住的公室 工作與者工作相同 所羅門又建所 又為所取法老的女兒建造一個公 做法和這個狼子一樣 那又有這個法庭 建造者一尺所用的石頭都是寶貴的 是按著尺寸造成的 是用鋸裏 外鋸齊的 即不是一些怪形的石頭 是一些市井的石頭 從根基直到岩石 從外頭直到大縣都是如此 根基是寶貴的大石頭 有長十爪的 有長八爪的 上面有香柏木 按著尺寸造成寶貴的石頭 大縣周圍有造成石 頭三層香柏木一層 都照爺和華電的 內軟和狼電的樣式 所羅門差遣人往推羅去 將護南照料來 他是拿伐他利之派中 一個寡虎的大衣 他的父親是推羅人作 同將的 護南滿有智慧聰明技能 善於各樣同作 他來到所羅門王馬女 做王一世所需要的 他製造兩斤銅柱 每斤高18爪為12爪 又用銅柱了兩個柱頂 安在柱上角高5爪柱頂上有裝修的網子 即是今時今日要做兩斤銅柱 高18爪為12爪 其實都未必 不知道在哪裏找到那些人做得到的 打滑倒下 全銅哦 怎麼做啊 全銅哦 你還要起個搖銷 已經是一個問題 可能要塗一些木板 然後再灌一些銅柱 那兩個柱頂 很難做的 那時候他已經做到這兩支銅柱 使官要捨低的 這兩支真的不可以 又用銅柱兩個柱頂上面 有裝修網子 領成的鏈索 那它完全不差 裝修網子的鏈成的鏈索 每頂七個 為什麼要加些網子上去呢 網子周圍還有東西 有兩行石樓 遮蓋主頂兩個柱頂 不像 全部銅 應該很漂亮 索羅門的柱頂 鏈四章 黑著白合法 銅上面穿黑東西 全的古兜上崖著網子 英國有兩行石樓 網子我們做什麼 我們是釣石樓的 哦 我們是中瓜法 石樓不釣瓜 不是 這個是Pomber Grenades 哦Pomber Grenades 是啊 兩行共有200個石樓 嘩 他將兩斤 終於偶爾換過石樓 他將兩斤柱子立在電郎前頭 右邊 立一斤 起名叫瓦根 左邊立一斤起名叫波亞斯 波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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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所謂的右同左是收逢 在柱頂黑著白合法 就是一樣 做柱子的工就完成了 如果他有鑽了一個銅海 是啊 圓形的銅海 我檢查了 原文真的是銅海 The Sea of Cast Metal 是 即是地下上面 弄了一個大銅圈 融的 Multancy 另外一個大銅圈 就是附近 Goo 是 我檢查了一個大銅圈 在這裏只有3 沒有3.14 在海邊之下 周圍有野瓜的釀色 每爪十瓜 共有兩行 是駐海的 的時候駐上的 有12隻銅牛伏海 三隻向北,三隻向西,三隻向南,三隻向東 海再牛上,牛尾向內 海後一獎 邊緣杯邊,又有八核花,海龍二千霸特 海後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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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銅製造十個盤 海後一獎 海後一獎 海後有一枚 海後十五隻牛 然後又掛了一些瓜、石柳 Motant的童子很興奮 那你怎麼一直堅持Motant? I don't survive 我不知道,他是敢寫的 他就是敢寫的 你哪裡看Motant? 讓我找出來 等一下 不如滾出去 YLT And he make the molten sea panned by the qubit 23 YLT And he make the molten sea tanned by the qubit tent by its edge ul inte its edge. It is round all about and flying by the qubit' its height. and a line of 30 by the qubit that encompass it around about 其實這個是熔的 不是呀,它是moulton c 我不知道 moulton c可能是它solidify了之後的樣子 即是它可能那一刻是moulton c 但當它凍了之後,它有moulton c的樣子 噢,即是那些可能融了它 即是可能掘了洞 然後倒一些融的東西下去 然後可能在那裏掛些紋,好像波浪那樣 是的,應該是這樣 哦,但總之上面又有兩條柱子 又有樓,又有石樓 是的,很變態 很變態 還要掛一些瓜,在上面那一塊 你這樣一路慶祝啊 你走開就聽到問題,那些人走開都燒著了 是 口病派 然後 心指上獅子和牛 是的,獅子和牛 對,獅子和牛 又基努伯 細細個座 獅子和牛以下,垂下櫻路 是甚麼 垂下櫻路 爐呢 總之有些文啦 對 Certain addition made of thin work 對 每個盆座有四個銅輪和銅軸 小座的四角上在盆以下有鑄成的盆架 其旁都有鷹龍 其實是Refs 可能是用來泵邊泵出來的 小座高一窄 小座高一窄 口是原的 彷彿坐的樣式 敬一窄半 在口上有雕工 心是荒的不是原的 四個輪子在心以下 輪族與座相連 每輪高一窄半 輪的樣式 如同車輪 逐 他擦不懂得讀這個字 不是原來的 這些尺照之類為鞋子 的十足 原來的尺寸 鎖上有墨架 鎖階座 那裡有鎖鑽 座上有玄架 高半爪座上有悉寺 和內心寺 是魚座一銅住得 吸索羅門王用光亮的銅和爺和華的電造成的 是遵和命在若彈平原 梳國和薩拉彈中直泥膠 46 直膠泥鑽成的 泥膠 是膠泥的 即是他撞那個是用Clay Mode 即是他先用Clay做了一個這麼大的Mode 再把銅和去 哇 這個 你現在手上的包你吃兩條好了 什麼 這個你吃兩條好了 不要吃完整包 好啊 你吃完兩條就給我 哈哈哈 ok的 他不介意口 是啊 現在吃了紅肉 要得到怎樣啊 用 所以提出你膠泥啊 膠泥啊 Clay Mode 就是一切索羅門王都沒有過程 因為甚多 銅的輕重又沒法可查 沒有那麼大個綁啊 放不到啊 爆放 爆放 所羅門又做 你都沒有那麼重的發馬 大人 是啊 市官說我想撥一下他我也撥不到啊 哈哈哈 你也不說一趴一趴這麼撥 因為你撥到他那邊 我以來考慮著 Siele 所羅門又做耶 我說電裡的金牌有金 我曾切餅的金桌子 內電前的晶金燈袋 右邊五個 左邊五個 命旗上金花 燈盞 納斬 與晶金的杯子 盆 鉗 紙巾 鍋頂 以及致勝所 內電的門書 王外殿的門書,原所羅門王做完了耶和華殿的一切功,就把他父大位分別為聖的金銀和器名都帶來放在耶和華的殿女 終於把他爸爸買的家產搬進去了,很辛苦 還高不高? 是的 他起完這些大龍套,金銀銀銀放在他們的金銀銀後 所羅門將以色列的國長和和國之派的首領並以色列的族長 招聚到耶路撒冷來,要把耶和華的藥櫥從大位城就是石鑊混上來 好,安置好一切就要擺藥櫥,混藥櫥,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再 以色列人都聚在所羅門王那女以色列長老來到祭司便抬起約櫃 祭司和尼美人將耶和華的約櫃運上來 又將會莫和會莫的一切盛氣都帶上來 所羅門王和聚集到他那女的以色列全會眾一同在約櫃前獻牛羊為祭 多得不可勝訴 所謂的約櫃抬進內殿 於是就是自聖所放在兩個基禄八的翅膀底下 基禄八將著翅膀在約櫃之上 遮掩約櫃和抬櫃的江 這江甚長江頭在內殿前的自聖所可以看見 在殿外卻不能看見直到如今還在那裡 約櫃裡唯有兩塊石板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後耶和華要他們立約時 後摩西放在佛列山所放的 除此以外並無必密 除此以外並無必密 那罐馬南不知去了哪 在這一刻裏 在這一個旗裏約櫃的時候 只剩20個石板 那罐馬南不見了 是 到了新藥的時候 沒有啊 她說除此我並無必密 嗯 只有兩塊石板 這個藥在這邊 在這一刻裏 那後期為什麼 啊 寶羅又說有三樣東西 人家在哪個世界裏面 有幾樣東西的時候呢 其實一路不同 ok 除了律法之外呢 什麼都沒有 嗯 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 有魂充滿耶和華那點 真的有個奇怪的魂 是 他跳了啊 哦 不是 對 甚至祭司不能暫立 攻擊 這塊魂呢 這塊魂 搞到人家是站不到 站不到 因為耶和華的榮光 充滿了電 那時耶和華 開始 所羅門可以說話了 耶和華曾說 他必住在幽暗之處 我已經建造殿羽作為你的居所 為你永遠的住處 王轉念為以色列會仲祝福 以色列會仲就到站立 好像畢業禮一樣 耶和華說 不是 所羅門說 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是應當清中的 因他親口向我父大位所應去的 也就親手成到了 他說 自從我領我聞 以色列出埃及以來 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 選擇一城建造殿羽 為我迷居所 但簡損大位自你 我聞以色列 所羅門說 我部大位曾立義 要為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的名建殿 耶和華 卻對我父大位術 你立義為我的名建殿 這意甚好 只是你不可建殿 為你所生的兒子 必為我名建殿 現在耶和華 成就了他所應去的 使我接觸我父大位 在以色列的國位 又為耶和華 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 我也在其中為若貴預備一處 若貴內有耶和華的藥 就是他領我門列祖出埃及 地的時候 與他門所納的藥 我們當著以色列會中前 站著耶和華的藥前 向天舉手說 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 上天地下 沒有神可給你的 這是不是說錯話 沒有 即是沒有其他神可以給你的 那就是有其他神 是的 以前有這個概念 但是神的字本身都是 Elohim 沒有其他大能者可以給你的 即是巴力 阿斯塔羅 那些都是大能者 那些 OK 沒有神可給你的 即是你向哪進心行 我不知道 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 一個猶太人 一個以色列人 你不會覺得有其他神能 因為他這個廣道 如果你覺得 沒有一個神能給你 即是你認識 就有其他神存在 是啊 你看 一向他們都會覺得 一向都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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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叫Elohim 是我們翻譯的時候 我們的觀哨有問題 OK 你向那盡心行在你面前的伯仁,守若思慈爱,向你伯仁我父大位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说,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伯仁我父大位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仁在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者话,即他现在向神求我之后还有。 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向你伯仁我父大位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呢? 所不太聪明,什么话? 所不太聪明,第一个说话就是说,其实天和天上的天都其实都不够你居住的,跟韩国我所见的这个那个圣殿仔, 为靠仁我说,我的神随听伯仁的祷告祈求,苦听伯仁今天在你面前的祈求呼善。 即是其实呢,他的idea 是不是,你来住我这里是书专葛鬼? 是啊,书专葛鬼啊。 是啊,你很给面子的了,你都是畏着,难道你真的会住在我这里什么? 是啊,我整个天都不够你住了,没错。 你听你的伯仁的祈求,你就是给面子,你给面子你自己的伯仁。 愿你昼夜看顾者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谁听伯仁向此处祷告的话。 你伯仁和你闻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谁听,谁听且卸面。 所以点第一就是说,给你的伯仁听说话的时候, 哪个人在这里祈祷的时候,你都一定会听的,在这个殿里面。 谁听的意思。 亦都卸面。 人若得罪伦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 求你在天上谁听,判断你的伯仁,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 定义人有你,照他的意,想是他。 你的民意。 就是圣殿的特点,来得这个殿的本身就会是这样。 我们现在都是神的殿,都是跟我们身体有关。 你的名闻以色列,若得罪你,拜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 承认你的名在者,变旅祈祷告,求你在天上谁听, 赦免你闻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他们以色列。 所以很清楚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是街外人来到这里的话, 就想罚分明。 如果自己人来到这里,跪你,求你的时候,就射面他啦。 就不是想罚分明的,就是自己人的感受。 你的民意得罪你。 哎呀,那当然啦。 即是那些你的,他们的,是我的,我的,是我的。 是啊。 你的民意得罪你, 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陛失不下雨。 他们若向此处讨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 求你在天上谁听,赦免你各人以色列民的罪, 将当行的善指导教他们,并降与在你的地, 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 这句呢,很特别的。 不用来到圣殿,向着圣殿祈祷的话, 即是好像那些, 好像那些, 穆斯林那样,向着墨家那边祈祷的话, 每天边门口搜尖叫他uly家门主, 每天都会随听。 Bly microorgan今次人。 或中弱有寄荒,瘟疫, 寒蝙蝗, philosophical寒蝗, 梅烂,黃蟲,马瘦挖, 他这么字幕嘛 групп istane, HilleTIN有玟甩魂, LIKE� 양帚, 梅烂, 蝗蝗, sustainable now tubish tą我 Sie, Hille刀群惑, 向者殿舉手 無論求什麼,祷告什麼 求你在天上的舉手,誰聽赦免 你是知道人心的 要照各人所行的代他們 即是有一個人舉手就可以了 不用大家一起舉手 這些牧師人,上神經常 這個不是少數和同道數的 有人向他舉手 這個是一個就可以了,很厲害 是呀 很smart 總之有一個人向你求就可以了 他有了上帝的智慧 和有了上帝的說話 他說的就是上帝的 求你在天上 你按下去什麼 因靈傳 是他們在你 此今我們列祖之地上 一生一世敬畏 無論不屬你 接著呢,越來越厲害了 無論到不屬你 民以色列的外邦人 為你的名 從遠方而來 他們聽人論說你的大名 和大能的手 並伸出來的似的房秘 向者殿舉手 其實這個都是因信清義的 即是你聽過他被討論 大名伸出援手 都可以獲得他 其實誰聽 所以這個其實根本就是因信清義 你聽完別人說 就信 就舉手禱告 就求你在天上的居所誰聽 照著愛幫人所祈求的而行 使天下萬民都認識你的名 敬畏將你的民以色列一樣 又使他們知道我建造的殿 是稱為你名下的 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 無論往何處去與仇的爭戰 向耶和華所選擇的成 我與我 為你所建造的殿報告 求你在天上誰聽他們的報告 祈求使他們得勝 你的民若得罪你 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 你向他們發怒 將他們交道守敵 有老之地 或遠或近 他們如果在老之地 想起了最來回心轉意 懇求你 我們有罪了 我們半夜了 我們作惡了 在老道之地 盡心盡勝 歸服你 又向自己的地 就是你刺激 他們列祖之地 和你所選擇的成 並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報告 求你在天上的居所誰聽他們的討告 祈求為他們申願 謠說得罪你的民 卸免他們在的一切過範 使他們在老他們的人面前蒙連述 因為他們是你的子民 你的產業 是你從埃及領出來脫離鐵路的 所以無論是甚麼情況 他們被捉了去 那些怪了去的 只要他們承認自己的罪悔 即是你便要救回他們 是呀 上帝是有obligation去救他們 沒錯 原來的眼目 而他最厲害的是 他講了話 你記住這班人 是當日你救出來的 是呀 你不要忘記是你當日救出來的 你不要忘記是你當日救出來的 所以一次 因為這個聖殿的原因 我不是為我求的 是你為你自己的belonging 在裏面甚至說到外邦人 如果是慕名而來的 是呀 慕名而來 你都要應運他們 那即是說 真是恩信稱義 慕名而來 你信 其實這個恩典 在生日中的恩典一樣 即是說 你就算未信的 不信耶穌的 聽過他的名字 你只要聽過他的名字 願以來的話 來祈求的話 其實上帝都應該 不用那種信 所羅門真是包了 是 包特 願你的眼目看顧仆人 聽你聞以色列的祈求 無論何時向你祈求 願你誰聽 主耶穌話 你將他們從地上的萬民眾 分別出來作你的散業 是照你領我們列祖出埃及的時候 藉你仆人摩西所認為的話 所羅門在耶穌話的壇前屈室跪著 向天舉手 在耶穌話面前 討告祈求已不就起來 站著大聲為以色列傳媒眾祝福說 耶穌話是應當親中的 因他 因為他照著一切所應許的 似平安給他的民以色列人 凡直他牧人摩西應許似福的話 一句都沒有落空 願耶穌話我們的神與我們同在 仗與我們列祖不撃下我們 不撩棄我們 使我們的心歸向他 進行他的道 感受他分布我們列祖的戒命 律例典章 我在耶穌話面前祈求者 說 願耶穌話我們的神 就夜雖念 每日為他獲人 連他民以色列伸願 使地上的萬民都知道 唯獨耶穌話是神並無必信 所以我們當 你們當去耶穌話 我們的神傳承十的心 進行他的 日禮 守他的戒命 至終如今 日一樣 黃和以色列眾文 一同在耶穌話面前 獻祭所有門向耶穌話 獻平安祭 用牛二萬二千 十二萬 神傳十二萬 真是羊 日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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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和以色列民眾 謂耶穌話 叫展臀行奉獻之禮 當日黃音爺華 典章彈太狀 我剛才那個銅壇裝不下 剛才那個銅壇太小 用不下繁製素製平安製 製生的自由 那些油流出來都裝了 現前丸子當中分別為聖 那裡獻繁製素製和平安製 即是獻到要出去那個家鄧到獻 本來那個盤是用來裝這些油來燒的 燒不到,要去那個家鄧到燒 都說那個應該是真的在 真的用來煮東西 豬 豬 豬油 我們是宵夜的 所以用銅 銅就用銅 我們是煉東西的,不過是煉油 煉油 那是所有門的意思是你中人 就是從哈馬,口直到埃及小河 所有的意思是你任督最大成大會 耶和說我們的神面前 即是懲覆國家基本上 7天有7天,14天很快 14天才煎完 14天才獻完 14天才獻完 12萬隻羊就算快 你12萬隻羊除了14天 你記住,是1、2、2 還有幾萬隻牛 都要一天煎一萬隻羊 還有幾千隻牛 你還是人手煎完機器 你不是那些切割那些 你又要有幾多人 肉類分割技術 你要看有幾多人 肉類分割技術 要利美人才可以 是啊 全利美人 現在是全國 全儀式的會族 都已經聚集聚成一個聚會 你想想所有利美人都要 等下 你看看有幾多個位置 你站到幾多個位置 是啊 出到Garden 基本上是聖所 真是日以繼 給你三、四千人 你都不會到一萬 一萬我怎麼站 是啊 你不是看回 不是啊 那個是只有幾十個 你要想知道有幾多利美人 有一道是有 文素記 不是 不是 文素記是之前的 OK 是聶王記下面那個是甚麼 聶王記下沒有意記 不是 歷代節 歷代節 那裏就有講到大衛途所羅門 中間有幾多族人 利美人那裏有數回給你聽 OK 好了 七日又七日了 三年又三年又十四日 不是十四日 第八日 第八日 王就遣散中文 你們走啦 你們走啦 你們都走啦 你們都走啦 第八日 不是 因為他說通四日 現在通四日 現在通四日 第八日王就遣散中文 不是啊 那之前那七日都在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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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日王就遣散中文 他們都為王祝福 恩見爺和華 向他僕人大衛和他民以色列所思的一切 是因為 那裏都心中起落 國歸國... 國歸國... 國歸國家去 哈哈 國歸國... 國歸... 國歸國... 國歸國... 國歸國家去 國歸國家去 好,這個就是所羅門的建聖殿,以及他們裏面的一些concept 夠型,夠好,代價都很厲害 但是就show off在裏面 其實還有的,大致大致他們做了這些 可以的,可以的,在這裡停一停 再數下去,我心裡輪到我們要日月計 我也讀在這裡 所以其實最重要就是他的承諾 我們都是上帝的殿 我們上帝的殿,那些承諾在裏面 就是上帝,特別就是所羅門的殿 所羅門知道的一樣東西就是 是耶穌華要建立的 也都是耶穌華所完成的 在地上的人的殿 但是他有了智慧之後,他的說話是很厲害 很厲害,很聰明 他說每一句話其實有一點點,我眼睛是要拉它落水 但是人們又會很願意讓我拉你落水